媽寶龜, 兔賽跑 楊潤, 楊月, 姐姐 想看哪種動物? 有很多動物選擇 有羊, 兔仔, 小烏龜和豬仔 兔仔, 我想看羊和小烏龜 我們大把時間 可以全部動物都看 那去看兔仔吧 出發 兔仔, 吃吧 兔仔, 吃吧 兔仔, 真是適合他們吃 不知道他們還吃甚麼 他們是草食類的動物 只是吃植物而已 即是不能吃美味的甜品 當然不行 這麼頻密吃開 會不會弄得鑽牙 當然會 好大隻烏龜 真是好大隻 你們看看, 哪有小隻烏龜 對 對 他們為甚麼不動? 其實他們有動的 你們看清楚 不過是動得很慢 對, 真的有動 不過很慢 慢到以為不會動 差點以為是假的 楊潤, 楊月, 姐姐 你們猜猜螞蟻慢一點 還是烏龜慢一點? 一天這麼慢 你們很喜歡看動物 對 對 我們有個特別節目 適合大人和小朋友 是甚麼? 是剪羊帽 羊真的很乖 對, 很安靜地讓人剪羊帽 好, 這麼多隻 那豈不是要剪羊帽 對, 到底有多少隻 讓我數一下 我又數 一、二、三、四 再來 一、二、三、四 五、六、七 擲住 我們再數 一、二、三、四 五 擲住 擲住 楊潤 看來我們這次變了烏龜 難怪動得這麼慢 對, 手和腳都動得很慢 很不習慣 吃點吧 我們不吃這些東西 我指你們不吃這些東西 我弄估你們 你小兔, 又弄估我們 你伺候自己跑得快 就調亂我們的食物 我跟老師說 叫他不要讓你幫忙派食物 老師還沒看到 我已經賺得正確的食物了 小兔, 你太過分了 我們知道你跑得快 但是你不可以常常這樣弄估我們 我跟你們玩一下 當然你弄得大家不開心 不跟你們談 你不可以就這樣走 對, 你要說對不起 下次不跟你們玩 但是你要說對不起 沒錯 要說對不起 說對不起 你們好了 跑得快不是我的錯 只是你們慢 你又很快嗎 我們可以比你快 不是吧 我要挑戰你 和你們比賽跑步 還會跑贏你 好, 我接受你們的挑戰 真是好笑 忘了變了龜貼 你們說真的 兔子跑得很快 那現在怎麼辦 都說了猜口 沒得反悔 非常好 想不到楊日楊月會 你敢挑戰兔子比賽跑步 對了 首領 這個正是我們牙菌膜的機會 說清楚一點 兔子要比賽跑步鬥快 身體一定需要吃東西喝東西 來提供能量 我們就乘機引誘兔子頻密飲食 其他人看見兔子跑得快 我們就說是因為他有頻密飲食的習慣 難道每個人都不斷吃不斷喝 就是我們牙菌網 稱霸世界的時候呢 好計謀 好, 兄弟們, 行當 兔子 聽說你很快有個跑步比賽 你這麼厲害, 你怎麼會知道呢 你比較厲害 你跑得這麼快 楊日龜和楊月龜哪是你的對手呢 不過你千萬不要大意 要勤加練習 知道了 那就練習之前 吃一點點, 喝一點點吧 好, 謝謝 謝謝 加油, 加油 以我們的速度 怎麼應付比賽呢 我也不知道 媽媽 回來啦, 茶點準備好了 你們洗完手就過來吃東西了 知道 發生什麼事 原來如此 既然說了要比賽 那我們就努力練習 全力以赴吧 姐姐支持你們 一定要努力練習 我也支持你們 沒錯 所有東西都是靠練習的 像你們從小開始學習保護牙齒一樣 學了之後都要不斷重複練習 我記得啦 好像我們從小就保護牙齒一樣 是啊, 好像我們從小 就早晚用含糊化物兒和牙膏擦牙 又記得每晚請大人幫我們補擦牙齒 如果不想鑄牙 就要減少吃殼次數 兩餐、淨餐之間 最多只有一次茶點時間 口渴就喝清水 如果想喝有味道的飲品 就留回淨餐 又或者茶點時間喝 很厲害, 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大多數的食物或飲品 無論味道甜還是不甜都含有糖分 而牙菌膜裡面的細菌 會分解食物中的糖分 產生酸素 酸素會侵害牙齒 引致礦物質流失 形成豬牙 所以要記住千萬不要用食物 給小朋友做獎勵 知道了, 知道了 吃完了, 楊玥 我們休息一會兒就出去練習跑步了 好, 我陪你們 小朋友, 辛苦了 先喝一口橙汁 加油 有 還沒到終點了 今天訓練夠了 休息一下吧 是啊, 辛苦了 過來吃點東西, 喝點東西吧 我還沒肚餓 童仔放心吧 不甜的可以放心吃的 真是傻子 以為不甜就不會豬牙 既真的不知道貧脈也不吃會弄到豬牙 好, 拜拜 我們明天再來練習吧 拜拜 拜拜 成功了 成功了 是第一步 之後就要兔子保持這個頻密吃渴的習慣 那他的牙齒很快就會爛了 口腔衛生又會越來越差 這就是我們牙群膜的勝利 沒錯 媽媽 回來了, 我預備了茶點給你 又吃? 好了 今天吃了很多次茶點 為什麼 媽媽放心, 不是很甜的 晚餐預備好了, 快來吃吧 媽媽, 我吃飽了 真是吃了幾口 好, 練習完跑步就有晚餐吃了 好餓 正餐吃飽飽 其餘的時間就不會這麼容易肚餓了 吃足夠就可以快高長大了 肚餓? 好餓了 剛才晚餐時間你又不吃 現在快睡覺你才來吃 謝謝媽媽 吃飽了 好晚餓了 那你去刷完牙再去睡覺吧 太累了, 不刷了 你不刷牙再去睡覺? 我們自己刷完了 爸爸, 幫我補刷 媽媽, 幫我補刷 好啊 看看你們的牙刷, 合不合 牙刷頭和兩毛巾一樣大小 那就適合你們用了 對了, 用含有固化物的兒童牙膏刷牙 因為牙膏裡面的固化物可以鞏固牙齒 有助預防鑄牙 那你們知道一顆青狗這麼多的固化物和牙膏出來 我們幫你補刷吧 知道 這個位置要刷高一點 今早的早餐真的很好吃 是啊 童仔, 童仔 童仔 什麼事 你跑得真是很快 我們知道你上學的時候會練習跑步 怕你口渴, 所以拿了飲品給你 謝謝, 不過我吃了早餐還沒口渴 喝完再也不怕, 是不是 是啊, 不是很甜的 好吧, 謝謝 謝謝, 再見 你們倆是不是在跑步 我先走了, 再見 牠真的很快 是啊 但是我們不要放棄 對的, 爸爸也叫我們要不斷練習 希望到時候不要輸那麼多 繼續練習吧 繼續練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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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比賽了 我們稍後要努力 記住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支持你們 小心 放心 跑跑一下如果口渴 我會給你們水喝的 童仔, 不用擔心 我們的兄弟會一直陪著你 是啊, 一直提供食物 飲品給你 就算腳仔不停動 你也有口福 預備, 開始了 預備 三、二、一 預備 三、二、一 加油, 加油 扣仔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扣仔加油 加油 加油 很久不見他們了 先休息一下吧 可以吃東西 又不可以喝東西 好 好 好冷 不用擔心 隨時可以出發的 你放心 我們不會讓你餓的 又不會讓你口渴 知道 先喝點水吧 我們口渴應該喝清水解渴 謝謝, 扭扭雲 楊潔, 我們要努力 知道 他們不知道在哪裡 怎麼這麼痛 放心 他們很久都追不上來了 童仔 你現在可以說贏了 慢慢吃 慢慢喝也不怕 還可以休息一下 是啊 先休息一下 首領他們會在終點等你 到時候跟你慶祝 好 我真的要休息一下 不停 再勉強 好 嗯 阿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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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細小匹啊 好多年啊 什麼事這麼嚴重 雞山下麵 他們就到了終點了 我們睡了太久了 不行了, 我要去追 我的牙齒很痛 恭喜, 你們贏了 兔子, 你怎麼樣 兔子, 你怎麼樣 兔子, 有什麼事 我們去看看他 好痛, 牙齒痛得我跑不動 為什麼你們的樣子這麼害怕 你們 是牙品膜 牙品膜 這是什麼 他們就是搞得我們有豬牙 和牙周病的懸空 所以要避免貧民吃渴 和早晚要用含乎化味的兒童牙膏刷牙 而且要用清水解渴 又被他們識清楚了 既然發現了 好, 兄弟們, 出來幫忙 這麼多牙品膜 原來是你們弄得我的牙齒壞了 柳柳雲 快要找牙科醫生幫忙 知道 我們牙品膜的利害命 牙品膜, 停手 牙品膜 好呀, 牙品膜 好呀, 牙品膜 來了 你看看我帶了什麼來 是呀 兒童牙刷, 還有不化物兒童牙膏 軟無細頭的兒童牙刷 加上不化物兒童牙膏 適合用來清除牙菌網 加上有我們大人幫忙補刷 就一定徹底乾淨了 我們派給大家用了 好呀 除了清潔牙齒 還要留意飲食習慣 才可以避免蛛牙 沒錯, 避免頻密吃渴 糧餐、剩餐之間 只有一次茶點時間 而且, 口渴時只喝清水 對了 但是如果有人請你吃東西 而又不是茶點時間 那就要找個零食袋 或者零食盒收起來了 大人的祖先進去 好呀 每天都努力 好呀 太盲了 不怕零食 太盲了 太盲了 他把蚊子抹掉 好, 地下幾乎 阿波醫生, 不可以拆掉牙羹膜 柳柳雲, 放心, 有牙線 用牙線, 牙羹膜抹去哪兒 都可以把它清除 爸爸, 把牙羹抛給楊玉 媽媽, 把牙羹抛給楊玉 媽媽, 把牙羹抛給姐姐 收到 好 各位, 忽化蜜蜜和牙羹 能夠幫助消滅牙羹膜 鞏固牙齒 有助預防鑽拿 靠你們幫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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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張牙羹膜搞得我們動不動 這樣呢, 嘗試脫掉這雙蜜蜜 盡快逃走 這邊, 快點走 好, 好 好 謝謝你們 夠兔子脫離牙羹膜 兔子, 你現在安全就行了 好 讓我說出來, 看看有沒有錯 早晚要用含乎化蜜兒童牙膜刷牙 不想鑄牙, 就要避免頻密吃開 兩餐正餐之間, 只有一次查點時間 有人請你吃東西, 如果不是查點時間 就要用零食盒收起 口渴的時候只可以喝清水 還有, 每晚都要幫兔子補刷牙齒 對, 很棒 還要記住, 每年來見我 定期檢查牙齒 我們陪你去吧 謝謝你們 你不要嫌我們慢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兔子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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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護尺動畫 記住要看護尺小貼士 和護尺小教室 這樣就可以知道 有關口渴護理的知識 還要記得讚好和分享我們的動畫 還有訂閱我們 口渴健康教育事務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